周杰宝 相 touch 再次在信枕八科之《圣经疑难解答》的 节目时段里面跟大家见面 今天我仍要跟大家介绍 一本的书叫《每日金龙》 每日金凌 这本书就是一本灵修书 过往我望神的恩典 想着照圣经的次序 来写这本的灵修书 意思就是从每一章里面选一节 照次序的每日选一章的经文 这本书它是从诗篇的1806篇 一直去到哪个书 再去到一百多月完 接着就是创世纪 创世纪一直去到时诗纪 每日一章里面的一节 然后将那节解开 有很多的亮光 很多的形容 大概每日一篇五百多字 各大基督教书室都有买的 好 回来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条问题 就是有人要问 亚国遇见神的那个经历 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从世纪的二十八章那里 轮到当亚国逃离加勒地 要往他的舅舅 在巴达阿兰那个地方的时候 就在路途上面 去到一个地方 有一晚他在那里睡着觉 当他睡着觉之后 梦中就梦见 神向他显然 在梦中他见到有个天梯 顶天立地的天梯 于是他见到在天梯的顶部上面 有耶华神浸在那里 呼吁他雅各雅各 于是他就问神是怎样呢 然后神就告诉他 我必与你同在 我是你父亲的神 在你所行的路上 我要保护你 神怎样答应他之后 阿国跟着呢 他后来就醒过来 于是他醒过来之后 他就将他睡着 枕着的那条石柱 就打荡起来 立在那里 然后他在路上所带的油 就消油在石柱上面 然后作为一个记号 他就说这个地方 是天的门 是神的殿 所以起名叫巴达尼 他就将那个地方名叫巴达尼 巴达尼的意思呢 就是神的殿的意思 然后他就向神有一个法式 如果神兴顾我 让我平平安肯回到父家 我以这位神要为我的神 然后我所收入的十分一 要奉献给他 从阿国所经所力的这一切事情上 我们来思想下 有什么索令的意思 到底所见的一些 蒙中的事物 到底所见的一些蒙中的事物 代表些什么 那我们就先要来思想 第一方面 就是阿国在蒙中 他看到一个天梯 这个天梯就是说 地和天 连接起来的天梯 然后答应他 要赐扑给他 在这里 就是阿国首次亲自去认识神 这个天梯就是预表耶稣基督 为什么呢 当我们读 他初初不是太相信耶稣 后来一见耶稣名的时候 主耶稣说出他私下的生活 他就说 你是基督 是神的乙子 然后主耶稣说 你一旦看见我就信 你将要看见彼此更大的事 后来主耶稣就说出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 你将要看见天开了 神的使者相弃 下来在人子身上 我说 神的使者相弃 下来在人子身上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就是 主耶稣就是好像阿国 亡国亡中看到的这个天梯 然后 他就是一条通往神寶座哪里的 这一条的路 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 他就是道路 如果不是借他 没有人可以去到神哪里 亡国亡中所看到的 原来人可以与神相交 人可以有一条道路 有一条天梯去到神哪里 叫他可以认识耶和神的 这一条的天梯 其实就是预表耶稣基督 将来耶稣要说完 然后耶稣说完 完成十家救赎 叫人恩信耶稣基督 可以去亲近神 所以阿国当时 梦中所看到的 其实神已经吓示他 叫他能够认识神 神已经预备一个天梯 叫他可以直接和神 建立一个最直接密切的关系 这个是什么时候 这个是阿国最无助 最失落 对前景充满灯忧 忧虑恐惧鬼怕 不知道去到巴特那林 玩不玩得回自己靠父 不知道去到那里靠父对他如何 不知道将来自己怎么样 那一晚当他用一架石头 枕在那里睡觉的时候 荣耀的神亲自向他显引 陈阿鼎之闻 神是什么时候向他显引 很多时候 可能只是 你人生面对很多的艰难 很多的难处 可能很多时候 只是你面对前途茫茫的时候 你以为神离开你了 你以为神离开你了 环境告诉你 好想神离开你了 但是其实在这个时候 只是神顾念你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只是神加倍看顾你的时候 但是有一件事 我们要搞清楚的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如果你平时已经离开主了 于是你落到一个很落魄的光景 你就以为这个时候 神一定会向我显现 其实不是 这个时候可能神要见你悔悔 走仗 当你经历神的管教之后 神希望龙子回头 但此时的雅各不同 雅各是因为 他毫无熟天的祝福 长子的命分 他贴中了神的心 所以 当他为了求这个长子的祝福 他要面对被杀 在这个时候 他逃离家园的时候 神顾念他 他负好大的代价 神顾念他 所以亲爱的兄姊妹 如果当我们是跟从主的路上 我们的心爱我们的主 我们投身在教里面时光 但有时当你一面灭心的时候 突然遇到很多艰难 工作方面来的压力 或者突然间失业 或者突然间家庭来的 身体健康来的某些的难处 在这个时候 撒旦在嘲笑着我们 你跟从主还面对面对这么多的难处 但是 我们要思想 我们要感激神 在这个时候 主绝对没有放下我们 走中 在《药法》一章里提到 当主耶稣从水里附伍的时候 那些无座的门徒 他们整班人 重新走去打雨 那些人没有打着什么 但是主并没有忘记他们 就在天亮的时候 主向他们显然 主问他们说 小子们这门有吃的门友 要关心他们 因为他们是一班 忠心跟从耶稣的人 虽然当时犹太人迫不他们 魔鬼嘲笑他们 你们跟从主 跟从到今天的地步 但是主没有撇下他们 主看顾他们 亲自找回他们 刺给他们 打一网的雨 满满流不上来 最后得一百五十三条大雨 主又亲自为他们预备早餐 反观此事的雅各 通用都是这样的 要说神向他献言 所以顶尖 如果你只是人生的低点 面对坚立 主爱你到大 主尋着你 主看顾你 再说 一个在仪像中所看到的 不只是有一个天梯 然后他就发现 原来这个地方就是天的门 天的门就代表着什么 代表他认识神的地方 原来他在那个地方认识到神 今天我们要认识神 是借耶稣基督能够认识神 然后他说这个地方要称为八达尼 八达尼 八达尼就是神的殿 侍奉神的地方 那个认识神之后 他不只是觉得 神怎样赐福给我 与我同在 他立刻燃起一个心 这个心愿就是什么 就是要示范神 当我平安回来的时候 我要称这个地方是神的殿 我要示范神 参加地影之门 当我们蒙启示 我们认识神 是哪样的 全足全封全有的神 我们不只是停在自己 我怎样蒙福 我怎样得平安 不只是停在这个层面 我们更加重要的 要晓得去侍奉神 原来神的赐福 是为了叫我们能够更好去侍奉祂 神的殿 在今天表征教会 我们要投身在神的家中 更多去侍奉神 不要做一个自私的基督徒 只是说神那你答应与我同在 保护我平平安安 富富足足 那我就够了 不是 我更加要示范神 所以雅各跟着下去 就有一个行动 实际行动 他当时没有带什么 于是他将石柱 用枕头的石柱立起来 然后将路上僅有的油 倒在石柱上面 石柱立起来代表了一个纪念 油倒下去代表分别为性的奉献 因为当时在路上 他仅有一点的面粉 一点的油 是为了做饼自己吃的 但现在这些油倒下去 自己没得吃的 代表他一个奉献 所以一个真正有啟示的人 认识神的人 他不只是从神那里领受一些祝福 他更加是将自己献给主 一种奉献 油膠在石头上面 石柱上面 有一个熟灵的灵意 给大家参考 比特前书第二章说 我们来到主面前 拿一张滑石被建造成为灵功 所以我们每一个几个图 将是滑石 这个滑石 就会被建造成为灵功 又就表征圣灵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 都需要有圣灵的膏 于是我们在神的家庄 同被建造 圣徒彼此相爱 成为神即圣灵居住的灵功 居住的所在 好像以法所书第二章 最后所提到 所以亲爱定姊妹 今天我们好将雅港来有 晓得爱主 晓得来释放我们的主 接着我要继续和大家思想一条的问题 就是有些人要问 他说 神将雅国的名字改为以色列 然后表明他和神和人 教力都得胜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条问题是记载在 《创世记》的三十二章 二十七节至三十二节 我想透过这条问题 和大家思想下 雅国一些的经历 在《创世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就特别论到 当雅国要去面对 他哥哥以色列的时候 他就很害怕 然后他从巴大纳南回到加南地 就在那个路程上面 知道以色列带了四百人来迎接他 他就很怕 四百人一杀到 如果真的要报仇 要杀他 那他就没命了 于是他冬夜 就把他的子女一队一队一队 就先过河 过了河先 然后都过河去到对面 他自己一个人留下 去到最后 牛羊群羊羊羊一切都过世 他留下自己一个人 留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圣经在这里就特别提到了 就是那个晚上 然后就突然间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膠 摔膠直到黎明 然后那个人 见自己不能胜过他 就伸出手来摸一摸 他大腿的窝 一摸一把的时候 雅国大腿的窝 就立刻扭伤了 结果一扭伤之后 他就背了脚 但是在撒冷 雅国伸手就抓住那个人 不让他走 他已经跌倒下去了 但是他就抓住那个人 想着他 那人说 为什么你不让我走呢 雅国说 你非给我祝福 我就不会让你走 那人就说 你这名叫雅国 好 从今以后 你就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与人救力 都得了性 那我相信 不明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他与神与人救力都得性呢 未到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讲一些熟练功课的学识 比如说 雅国东士 当他要面对他哥哥的时候 其实他实在很惊 他来心有愧 他知道多年前 他曾经握了他长子的名分 这个是二十年前的思量 虽然已经历了二十年 但是他总是经 此时他哥哥 大概四百人来尋仇 那么他就没有命了 很恐惧很惊 当他面对 禁经的时候 他怎样面对呢 他是将家眷 将所有牛羊都打发过河 他独自留下自己一个人 在这个时候 甚至猜派一个使者 向他显现 这个使者很用人的容资 就和他摄角 在这幅图画里面 就讲出今天基督徒 在熟灵生命经历上面 必须学习的 就是有时 当我们遇到人生 有某些艰难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 一直在那里讨论 想方法 找这个帮助 找那个帮助 我一直在讨论 这样神不起 因为我们不懂得以求神 或者说一面土告一面去 尋找人的帮助 不应该是这样 我们要学习雅各 从一切封锁的事情上面 从一切艰难恐惧 不安的环境里面 推到神面前 单独一人 留下自己单独一人 这个单独一人 就为了等候神的说话 结果神猜派一个使者来 和祂缩交 应用在今天 就是我们和神扮枯事 这个扮枯事就是祈祷 当我们在神面前 这样祈祷的时候 哇 面对什么跟难 我们塞了门 屈塞在神面前 自己登经一人在神面前 屈塞的祷告 切切的祷告 将所有的忧虑都交托给神 然后寻求神的旨意 神啊 为什么你去看这些事发生 神啊我无助 我单单的勇望你 当你这样切切 单独的祷告 就好像在祷告上 和神扮人交涉 一次一次的祷告 神就要交给你入用 就好像雅各式日那样 但至于经文这里 怎样提到 神对祂说 你要名叫以色列呢 我先看这两个名字 圆满的意思 圆满的意思 圆满的意思呢 就是走奪者 意思就是说 他生下来呢 走 走住的 他出生的时候 已经抓住他哥哥的腿了 争取要做长子 争输了 那就很吃虑 但后来呢 一心想 揭取长子的名分 所以他好少走奪祝福 这个是圆满的天然的人 好走奪 好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天然的人 都很容易去走奪 所以人世间 你会看到 有人相处的地方 就有好多的争奪 利益个个都想争奪 这个是我们亚当的天性 是这样的 但是 一个天性充满走奪的亚国 有一天 神经过巴达那南的二十年的时间 不断分逃他 不断破碎他 他是拉拼手下 经过这样的对付 他慢慢去认识神的作为 经历神的同在 所以 到了这个时候 神给他起名叫以色列 以色列的意思 圆满的意思就是 神的王子 或者说 与神一同掌权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 就是当他晓得顺服神 当他晓得听从神 当他晓得顺服神 在他身上一切的作为 他的熟灵生命成熟 他熟灵的生命已经丰富了 这个时候 神就赐扑给他 他可以去到迦南地 圣受神所赐给他的应许 然后 后来可以成为别人的作服 所以名为以色列 就是神的王子 要圣受神所赐的迦南地 圣受神的国度 这是一个表情来的 以当时期来说 为什么他与神与人 教力都得胜呢 与神是说 其实他哪里可以胜过神 意思就是说 当他被摸一下 跌了下去的时候 他还要 抱着那个神的使者 不让他走 因为他知道 这个是神的使者 代表神 结果神就为他祝福 那里面叫以色列 怎么知道 他这就告诉我们 下一个他是很认识神的 他在神面前 就一末要走着神的祝福 属天的祝福 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与人得胜呢 就因为神的使者 成为一个人 和他教力的时候 不能胜过他 所以他就是与人得胜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代表他人很进取的 但满于刻 在我们身上 我们也应该学晓 就是无论我们人生 经历什么的难处 有时候我们经历了 摸我们一下 叫我们倒入血那一刻 才认识自己的 肉体扣不住的败坏 于是我们晓得来信靠神 于是我们晓得来 谦卑的 幸福在神大能的手下 不是自暴自去 而是经历神的管教之后 更加要属天的祝福 那神的祝福就拿不到我们 叫我们属灵的生命 达到更丰富 好 今天的视频关系 和大家分享 就停在这里 愿神祝福你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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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